大家好,我是天宇 随着春暖花开,又到了骑车的好时节 咱们从今天开始继续聊万元踏板车推荐系列的第28集 豪爵的AF-RU25 这款车从去年的9月份在重庆亮相到11月份正式发售 虽然因为外观和价格的问题饱受争议 但是从销量上看 在万元级别的小踏板里 即使你最后没有去选择它 但是在万元级别的踏板车里 它绝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豪爵的AF-RU25搭载着自主研发的ESS高效清洁发动机 最大功率6.6千瓦 最大扭矩10牛米 油箱存储量6.5升 整车重量119公斤 全车LED的光源 CBS的联动刹车 这个车和同类型车相比较起来的优势和劣势 咱们在以前的视频里单独做过介绍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索一下 既然这一期是万元踏板车的推荐嘛 所以咱们只聊AF-RU25的优点和缺点 首先说优点 豪爵的车子的整车做工以及品质 在国内的摩托车圈里一直是得到认可的 无论是汽水质量用料以及耐用度 在所有品牌的摩托车里绝对堪称一流水准 第二点 AF-RU25搭载的这款ESS高效清洁发动机 在豪爵旗下的很多车型上都有所搭载 所以耐用度稳定性 以及车辆的燃油经济性 在万元级别的踏板里属于主流水准 尤其是这个高位进气 即使你是用原厂的800毫升的机油 2000公里换一次也可以 第三点 在灯光方面 整车搭载的都是LED的光源 虽然是反射式的光源并没有透镜 但是德国欧斯朗的LED光源 还是能够在照明度方面得到一定的保障的 第四点 在车辆仪表方面 这次升级之后终于有了时间的显示了 并不像USR搞一个室外温度显示 那个没有任何的意义 第五点 CBS的刹车联动 原来的视频里聊过 刹车联动其实有利有弊 但是对于小踏板车里 很多人都是新手第一次接触摩托车 有着CBS刹车联动能够在操作方面更方便 更快捷一些 说完优点 咱开始说缺点 首先在我看来的就是正新的L级的轮胎 和过去的成远轮胎相比较起来 在防滑性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升级 但是如果你用它和半热绒轮胎相比较起来 还是有差距 大家伙要注意 轮胎非常重要 它能够决定你在很多特殊情况下 是站住还是滑倒 所以建议买AF-R125的朋友们 第一件事情把轮胎换成半热绒 第二点就是AF-R125的后减震 个人感觉比较硬 虽然很多朋友说后减震可以调节 但我也没有找到从哪里可以调节 骑行起来 尤其是过个坑啊 过个减速带啊 那种感觉 让人非常的酸爽 顺便吐槽一下 这个宽大的坐地 坐上去虽然很宽很大和125比起来 但是你骑久了之后 会发现这个坐地有点硬 第三点 感觉豪爵AF-R125的 它原厂的这个喇叭声音比较小 这一点在其他车型上也会存在类似的状况 所以我一搬踢车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原厂的喇叭换掉 第四点 坐筒空间感觉虽然看上去挺大 但是能不能够放下四分之三头盔 我现在还是不行 头盔虽然能够放进去 但是最下面的这一块凸起 使得头盔无法完全放到底 这也就导致着坐地无法关闭 只能是放在后尾箱 原厂的这个后尾箱也不能算大 只能说是刚好放下一个头盔 如果原厂能够把这个尾箱的容量做得再大一点 那就完美了 第五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架控体系 AF-R125在上市之初遭到很多人的排斥 两个原因 一个是模仿UI的外观 另外一点就是10680的价格 用很多人的话说你抄作业不怕 抄完作业居然卖的比原厂的还要贵 这就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但是在销售终端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上市四个月之后 全国很多地区的网友会发现 他们买这款车的价格不尽相通 有广东江门的粉丝很悲催的告诉我 在这款车的原产地价格居然一分都不能够优惠 在其他的省份也有粉丝给我说 AF-R1259000钟就能够拿下 所以豪雪厂家对于经销商在价格上的把控方面还不是那么严格 所以说他虽然定了一个高价 但实际销售出去的价格往往比UY还要低很多 当然这样做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个好事 你的这个谈判能力强能说会到那就使劲去砍价呗 说不定给你一个意外惊喜价呢 总之吧豪雪的AF-R125车是好车 在万元踏板里绝对值得推荐 大家伙觉得呢